找死 六道更是大笑 他觉得孟昊是被吓呆了 否则的话 正常人岂能有这样的举动啊 居然不躲在光木内 而是走出了 更是让人注意的 是走出第二层光木的孟昊 居然抬起了手 好似在象征的带着惊天气势 斩来的木剑招手 宝贝 该回家了 孟昊干咳一声 开口 他说什么 宝贝 回家 这孟昊疯了 真有意思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强者疯了 孟昊的声音回荡时 立刻四周数十万的修士 绝大多数都是哄堂大笑 老夫活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样的狂徒 六道一样大笑 就连与血妖老祖斗法的一剑宗青山老者 也都分出一缕神石来观察下方 看到这一幕后 摇头一笑 他们的声音嗡鸣回荡 此起彼伏 种种嘲笑之声 层出不穷 原本他们说出话的时间 那把木剑早就可以斩下 可这些人嘲笑中 却是一个个很快就露出了诧异 因为剑没有斩下 而是在半空 一顿 这一顿仿佛是让数十万人的内心都猛的一顿 六道睁大了眼 第二层光幕内的血妖宗弟子 自不会呼吸 呆呆地看着他们的少宗站在光幕外 向着那把惊天的至宝木剑招手 天空上 正在与血妖老祖缠斗的 一剑宗青山老祖 原本内心已是狂喜 可在这一瞬 随着那木剑的停顿 他的心咯噔一声 这把木剑停顿在了孟昊上方十杖外 岁月之力让着四周枯萎 就连那第二层光幕也都扭曲 四只要轻轻一碰 在这种状态下 会轻刻间崩溃掉 可孟昊却在那木剑下 没有受到半点的影响 而那把木剑 四本身有灵 仿佛出现了迟疑 在半空中顿住后 似有流光在剑上游走 六道面色变化 这一幕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完完全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哪怕他曾经是问道巅峰 曾经是一宗之祖 可依旧还是被这一幕震撼了 他无法理解 一剑宗的传承至宝 为何会在孟昊面前停顿 且出现这样的迟疑 他哪怕是绞尽脑汁 也都无法想象这里面的答案 不可能 六道猛的咬牙 修为轰鸣 全力操控 可能木剑没有半点反应 对他不理不睬 甚至更是主动的斩断了联系 这一幕立刻让六道面色再次变化 四周数十万人 更是一个个睁大了眼睛 看着眼前 这他们或许一辈子都无法遇到的事情 其中来自一剑宗的修士 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充满了不可思议 那是他们一剑宗的传承至宝 那是他们一剑宗的象征 那更是他们一剑宗的根基 而最震撼的也还不是他们 而是半空中的一剑宗青山老者 他一脸无法置信 脑海如有雷霆轰鸣 不惜承受血腰老祖的神通 喷出鲜血 身体也要及时后退 四周有血腰老祖的气血雾气笼罩 他无法冲出 此刻只能抽出双手 用全力抑制那把木剑 一竹剑 归来 青山老者掐绝大吼一声 立刻那把木剑一阵 仿佛受到了一些影响 青山老者立刻内心一沉 不妙之感强烈到了极致 因为往常他只要掐绝一指 逐渐立刻就会飞毁 可如今却只是一阵 盖斯 怎么会这样 青山老者再次掐绝 更是不惜喷出一口鲜血 他不能不着急 因为这是他一剑宗的质宝 若是被人夺走了 他就是一剑宗的罪人 你是我一剑宗炼制的 是我一剑宗当初从上古道湖中获得 是被我一剑宗历代先祖亲自祭炼成了的剑 你是我一剑宗的 一竹剑 给我回来 青山老者怒吼 随着鲜血的喷出 他与这把剑之间的明明的联系 刹那间似起到了作用 木剑在半空嗡鸣了一声 向后退出了树杖 在青山老者松口气的刹那 这木剑又突然停住 青山老者内心再次咯噔 你出生在我一剑宗内 多少年来被我一剑宗无数弟子供奉 为了让你有灵性 我们付出了万年积累 为了让你更锋利 我们一剑宗全宗都在帮你 你你你回来 青山老者内心焦急 可这血雾阻挡 他冲不出去 此刻大吼中再次喷出鲜血 不惜耗费寿元 再次一指木剑 可这一指落下 那木剑还没等有什么反应 玩够了没有 再不回来 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孟浩面色严肃 似乎呵斥般的开口 孟浩这话语一出 半空中的木剑猛的一颤 瞬间就与青山老者的联系斩断 刹那直奔孟浩 眨眼就出现在了孟浩的四周 不断的环绕时 有剑宁传出 似在欢呼 似在讨好 更有思念 这一幕 任何人都能看出 这把剑 分明就属于孟浩 六道征大脸 险些喷出一口老血 四周数十万的修士 齐齐稀气 被孟浩这里 彻彻底底的震撼 一剑宗的弟子 一个个都呆在那里了 呆呆地 看着他们宗门平日里至高无上的 很是孤傲的质宝居然在孟浩的四周仿佛撒花 那分明是任孟浩为主的样子 我一定是没睡醒 那 那是我们一剑宗的传承至宝吗 这 这是怎么了 一剑宗的弟子脑海嗡鸣 可此刻最无法置信的是半空中的青山老者 他眼睛内露出疯狂 更有委屈 最后化作了滔天的愤怒 刚要开口说些什么 却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身体都一下子苍老了不少 他想不明白 他无法理解 这把剑怎么会对孟浩这里 任孟浩为主呢 这在他看来无法滋意 颠覆了心智 仿佛在心神内掀起了滔天大浪 怎么会这样呢 青山老祖怒吼 疯狂的就要冲出血雾 他要将那把木剑拿在手里 去问问这木剑的灵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背叛一剑宗 为什么要任这个只见了一面的孟浩为主 这是我一剑中的剑 你的剑 你叫他他答应吗 孟浩淡淡开口时 右手抬起 立刻这把木剑刹那飞来 轻轻的落在他的手心内 更是在孟浩的手心上 不断的蹦的 似兴奋的不得了 你 一剑宗青山老者 差点再次喷出鲜血 他怒火攻心 此刻别说是问道巅峰的修为 就算他是先 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与损失 尤其是那把木剑撒花的样子 更是让这青山老者觉得 心头被狠狠的刺了一刀 因为这把剑在他这里 也是需要供着的 从来就没见过这把剑居然有这样的一幕 别闹了 去杀了他 孟浩也察觉到了 这把自己当初埋下的几把剑中的某一把 居然诞生了剑灵 不过好在他当初的手段依旧有效 确保了这把剑无论转了几手 只要看到自己 就立刻会承认自己是他的第一主人 此刻开口时 孟浩一指六道老祖 六道老祖内心咯噔一声 面色大变 身体急持后退 可他还没等后退多远 木剑瞬间飞出 速度之快难以想象 更是散发出了惊人的岁月之力 所过之处虚无扭曲 甚至一些靠近这把木剑的修饰 肉眼可见的都刹那枯萎了 仿佛流逝了无数年 更有人轻刻死亡 该死 六道老祖面色变化 低吼中全身修为爆发 可再爆发 也只是问道初期与中期之间 无法提高太多 只能操控香炉刹那出现 阻挡在前方 轰的一声 木剑直接刺在了香炉上 轰鸣不断 这香炉出现裂缝 更是有了沧桑之意 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腐朽的征兆 让六道心痛 可却不敢收起 因为他骇然的发现 这把剑仅仅是散发出的岁月波动 就让他一下子苍老了不少 一旦被此剑刺中 他可以想象到 自己的寿源 怕是立刻就会彻底断绝 他在这惊恐中 身体不断的后退 因为以特殊秘法 催发修为的他 最怕的就是岁月的抹杀 而四周 这数十万的修士 也都一个个震惊中 不敢上前 全部退后 使得这第二层光幕外 孟昊一个人 一把剑 竟让所有人退后千丈 不敢上前丝毫 该死 剑尊道友 金汉老祖 还有李渊雷 你们三个若再不出手 老夫 就拿出残魂阻挡 六道老祖眼看身前的香炉 裂缝越来越多 立刻怒吼 他话语刚刚说完 突然的 他面前的香炉崩溃了 在木剑 急驰而来的瞬间 六道仰尖一吼 立刻的身体 忽然中直接爆开 任由木剑穿透 可却有一缕魂 瞬间飞出了 化作一条魂盒 其内不是一个魂 而是十万残魂 十万残魂 齐齐飞出时 天空上的一剑宗青山老者 身体突然燃烧了一股火焰 这火焰是他的生命之火 骤然燃烧时 他的修为轰鸣爆发 整个人化作一道长虹 竟冲开了血妖老祖的血雾 拼着受伤 直奔梦浩的木剑而去 右手抬起时 他整个人好似化作了一把剑 梦浩小儿 给我死 梦浩双眼一闪 来不及灭杀六道的十万残魂 木剑刹那飞回 身体急驰后退 在那一剑宗青山老者追来的瞬间 退入到了第二层光幕内 而一剑宗青山老祖 速度不但没有减缓 反而更快 刺向光幕 破开 血妖老祖眼中杀鸡闪耀 可那离仙分身一样让他觉得头痛 这分身已不是问道巅峰 而是超出一步 以堪比伟仙 他皱眉时 血妖山洞洞府中 他的本尊双眼漠然睁开 一滴血潭内的鲜血刹那飞出 直接飞出洞府外后 猛的散开 赫然将第一层光幕 与第二层光幕 刹那染成了血色 哄 血色光幕 生生的阻挡了 一剑宗青山老祖 寒怒的一击 血妖老祖 你一个人与我等斗法 还要分心 费免 有些太不把我等放在眼里了 看到大地血色光幕 尤其是看到那滴 从血妖山飞出的血液 金寒宗的红发老者 傲然开口 话语间 他掐绝石 立刻四周幻画出 一句句傀儡 这些傀儡 每一个都有十丈大小 似真似幻 出现后 立刻化作一道道长虹 重向血妖老祖 血妖宗覆灭再寂 血妖老祖 你走不出我等的围困 一旦血妖山崩 你本尊见了天空 行神俱灭 比起第三组 同样冷横一声 挥手间 立刻的面前的裸盘 散发强广 一个个符文飞出 化作一道道阵法 层层叠加 轰击而去 血妖老祖沉默 没有说话 但神色 却不见丝毫慌张 尤其是那墓中的淡然 死无论到了什么时候 他都有逆转乾坤的把握 血妖前辈 你本尊不可见天光 此事我很清楚 你本就是一滴鲜血 所化之妖 天光可让你的本尊重新化作鲜血 可我还是不明白 到了这种时候 你还能有什么手段 离仙分身轻声开口 他身后彼岸花 虚影争鸣 触手轰隆隆的回旋 形成了强烈的镇压之力 轰鸣中好似化身无数 环绕在血妖老祖四周不断的围攻 离仙是主力 血妖老祖至少有六分神通 是放在离仙分身上的 而金寒宗红发老祖 以及礼节第三祖 则是分担余下的四分 相互牵制 看似斗法 可实际上都有所顾忌 消耗双方修为 等待关键时刻 雷霆一击 大地上轰鸣回荡 第二层光幕内 孟昊站在那里 身边木箭环绕 轰鸣中 有阵阵岁月扭曲回旋 血妖宗的弟子 全部都在第二层光幕内 死死的盯着外界的数十万修士 还有那一剑宗 已经发了狂 燃烧寿源冲来的 青山老者 这青山老者内心憋屈与愤懑 难以形容 他恨不能立刻将孟昊 灭杀千百次 将他一剑宗的质宝夺回 出手时 他手中没有剑 可偏偏有惊天剑意 从他身上散出 化作无形之剑 不断地轰击第二层光幕 血妖宗五层光幕 越是内环 防护之力就越是强悍 反正一样更强 更重要的是 这第二层光幕 此刻是血色的 蕴含了血腰山洞府内 血潭中的一滴鲜血之力 岂能短时间就被破开 且这第二层光幕没有破绽 当初被那枚树叶 可以穿透第五 第四 第三层光幕 但在这第二光幕上 却无法将其破开 轰鸣中 青山老者眼中怒火更盛 第二层光幕剧烈的扭曲 可依旧不破 血腰宗众人沉默 孟昊也在沉默 他冷眼的望着 正轰击光幕的青山老者 目中时而有杀鸡一闪而过 他身边的木剑 似感受到了 这股杀鸡发出了嗡鸣之声 哄 光幕再次震动 青山老者身体退后 仰天大吼一声 所有修士听命 全力展开神通 轰杀这个光幕 青山老祖 声音传遍战场 这四周数十万的修士 迟疑了一下后 其内一剑宗的弟子 手线冲出 数万飞剑呼啸 直奔光幕 随后 金汗宗的弟子 以及李家族人 还有散修 全部展开神通 轰击血色的第二层光幕 一时之间 巨响逃天 整个大地轰鸣不断 草木摧毁 山峰抹剧 大地生生背着数十万修士的 术法波动 仿佛挖地三尺一样 大地生背着数十万修士的 大地生背着数十万修士的 大地生背着数十万修士的